这个女人被卡电梯,想要爬出去,突然电梯动了起来,那一幕惊险刺激 赶紧叫同伴拉她进去,可是电梯再次动了起来 一切要从一个叫蜂巢的地下实验室说起 就在几分钟前,神秘人偷走实验样本 临走时扔出一个将其打碎,被摄像头检测到 顿时人工智能红厚开始毁灭行动 所有的门窗关闭,开始喷水,释放毒气 工作人员一个个倒下,幸存的爱丽丝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试探着寻找,突然狂风吹来 一个男人将她抱回屋里,一群神秘人破窗而入 控制住男人小帅,爱丽丝一脸的懵 这才知道她是守候风潮入口的安保人员 她因毒气暂时失去记忆,而武装小队去调查风潮出事的原因 刚启动火车,女人就发现门打不开 男人主动上前,轻松打开 可另一个男人扑向她,正是几根手指,一根 和爱丽丝一样,她也失去记忆 很快来到实验室,被人工智能红厚锁定 地下实验室全部由她控制 程序员开始破解红厚的防御 打开大门,队长先行查看 破解最后一道门,确认安全后 同伴带领设备进入 然而门突然关闭,程序员抓紧破解 一道激光袭来,这是一道穿透里极强的激光 能穿过任何物体,女人就这样完蛋 紧接着第二道 男人想跳起来躲过,却还是被男腰穿过 好在队长抓住顶部才算没事 马上又迎来第三道激光 正想办法躲避 突然激光变成一张网 任你有铜枪铁壁都没有用 虽然程序员打开门 但一切都晚了 为了让红厚的防御系统崩溃 程序员捏手捏脚的进入 爱丽丝也紧跟着 程序员打开装置,换上设备 红厚极力阻止 还扬言你们都会葬送于此 但程序员还是切断红厚的电源 取走处程序 瞬间所有实验室的门打开 另一边的女人听到异响 独自前往查看 一个幸存者出现在眼前 放下戒心 幸存者趴向女人 直接动起嘴来 毫无征兆地咬了下去 男人及时赶到 说了一堆废话 甩都不甩他 打了两枪没有任何反应 女人猛攻 将其击退 查看却消失不见 几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变成丧尸的人类 听到枪声纷纷涌向这里 开始自救 小帅拿到掉落的钥匙 打开束缚 危险时刻被爱丽丝救下 男人在程序员的指示下 打开门 消失在丧尸堆里 跑上了小帅也找到妹妹 疯了一样要咬小帅 爱丽丝及时赶到 才从小帅口中得知 为了揭秘这个控制世界的保护伞公司 妹妹卧底的风潮 取得他们非法研究的T病毒证据 谁知被现人出卖 之后两人找到另外三人 商量着怎么出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启洪后 希望能够从他的口中得到出去的办法 他们遇到的一切洪后都了如指掌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只要受伤就会变丧尸 除掉的办法就是抱头 为了防止病毒泄露 洪后自然不会让人活着离开 但早有准备的他们 事先拔掉一个断路器做要挟 得到一条出去的路 没走多远就起冲突 突然背后的手抓住男人 看来这水电管道也不安全 好在爱丽丝帅气的挡住攻击 众人爬上管道 继续往出口的地方爬 此时的丧尸越来越多 固定管道的螺丝松动 下面的丧尸虎视眈眈 控制管道的螺丝松动 程序员掉了下去 爱丽丝被小帅抓住 才幸免于烂 程序员在爱丽丝的帮助下 回到管道 放弃深的机会 让大家赶紧走 绝望的拿起枪对准自己 逃出来爱丽丝似乎想到了什么 曾经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蓝色的是病毒 绿色的是抗体 感染者是有机会被救的 他就是小帅口中的线人 打开门却发现样本早已消失 男人的记忆也恢复 原来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接近爱丽丝 偷走实验样本 迅速逃出实验室 爱丽丝看着男人眼神不对 赶紧去拿枪 被男人抢先一步 小帅这才知道 男人才是罪魁祸首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不知道的是 一个女人从背后爬了起来 咬住男人 最终还是让他逃过 关上门 拿到抗体 正准备给自己注射 可舔死者出现 作为早期失败的实验品 攻击力可比丧尸强多了 坏人落得这样的下场 三人心里也算有所安慰 眼看着女人不行了 红后和爱丽丝做起交易 要他干掉感染的女人 女人也放弃希望 扔过斧头摆好破事 爱丽丝一斧头砸掉显示器 红后被关闭 大门打开 程序员出现在眼前 原来当时程序员并没有自杀 而是打中上司逃走 爱丽丝彻底送走男人 拿到抗体给女人注射 舔死者当然不会放过几人 程序员被他拖走 又撞破门进入火车 爱丽丝被他抓住 小帅推出钢管 挡住舔死者 爱丽丝拿起钢管 刺中舔死者舌头 小帅解决掉变异的女人 打开门 瞬间舔死者变成火球 在大门关下的最后一刻逃了出去 赶紧给小帅注射抗体 突然一群实验人员进入 抓住两人 要把他们当成小白鼠 并派人再次打开蜂巢实验室 醒来的爱丽丝 利用针头打开房门 走出医院 才发现外面早已空无一人 本以为恐惧已经结束 谁知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电影名叫深化危机 无论从科幻片 动作片 还是上司片的角度看 都堪称经典 还有比我聪明的人工智能红厚 刺激的激光走廊 都让人回味无穷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好看的电影